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他是著名的营销专家 曾为数百家国内外企业提供过营销咨询 市场营销应是简单的话说 就是向市场 这是你的方向 传播信息 这是你的做法 达到你的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影响他们掏钱去买东西 他是资深的领导力培训专家 善于用经典的案例告诉你说话就是生产力 主持人比赛越到快赢他越紧张 这是为什么呢 他想到我赢了以后的样子 他用那个时候来要求我现在的动作 那我现在的动作就会失真 我现在的发挥就会失常 我就表现不出来我本质上具备的能力了 他就是盛时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专职顾问孙露宏先生 本期节目孙露宏与您一同分享职场人如何快速成长 作为一个职场新人 刚刚毕业不久 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单位 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让我讲职场新人 我更多地愿意去讲职场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新人的容错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熟练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发挥作用的阶段 你要想在职场中走出来 这三个阶段我给你的时间是 少则五年 多则八年 八年以后走不完这三个阶段 你在职场上的最高值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再往上的机会也就不大了 就最后就是熬年头熬自立了 这个容错期一般在这五年到八年时间中 它能占多大的比例 一般来说在外期里面的容错期 更短一点 差不多是半年到一年这样 在国期里面相对来说容错期更长一点 通常会一年到两年这样的容错期 那么容错期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在那个公司里面 只要是你最后一个进去的 所有的现实人看待你 都是你是新人 所以别证吧 我就是新人 我就会犯错 如果你是这个心态 你就会请教别人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您交给我 我做完了以后我再请教你 你看我这样做得对吗 哎呦 终于对一点了 我要有错你还是指出啊 你一进去 头一年都是这个姿态 所以别人批评你的时候 不是反驳 不是坚持自己 而是找出别人批评你 他的对的地方 承认更好的做法是记下来 如果能把今天谁指出我这么做是不对的 谁指出来的 是因为什么 具体的事是什么 我是怎么做的 他希望我怎么样改进 如果你真记下来了 养成习惯 你至少第一年 如果能记三十次这样的事 你的容错期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别人在看待你 无论是领导还是同志在看待你 你这个行了 我们通常叫做你这个时候 算是过了学徒这关了 你可以干事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会有机会读当一面了 哎 孙老师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 您的个人的这个职业历程啊 您的容错期都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学老师 我教数学的 直接让我教的是初中一年级 那一年的初中一年级呢 有四个班 给我了两个班 是老教师带我的 我跟那个老教师身上学到了很多 只要我不上课 我就去他的教室去听他讲课 我做到最后 当然我记得不是学生的反应 我记得是他怎么展示这个内容 他怎么诠释一个概念 然后他怎么鼓动学生回答问题 我就记这些东西 然后再写到我的教案里 写到我教案里面 然后我就邀请他来听我的课 然后要求他给我提意见 我的第一年记了很多 他的这个讲课和我的差距 记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的 所得到的收获和经验 都是存在大脑里的 不写出来的 然后这些东西会被后来的 把前面的给剃掉 所以记下来是最重要的 我在那段时间里面 就经常会反过来看 他以前的这个教学 和他的这个经验 所以到我转正的时候 他是非常欣赏我的 给我很高的评价 让我转正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 在一家杂志社 这个杂志的名字叫大学生 现在还有这个杂志 当时给我的工作是 编辑和记者 要求我管四个栏目 四个栏目 一共是十六个页面 当时呢 另外的五个同事 他们有一些 还比我年轻的 我照样向他们请教 我说这个编辑这个文字 这个符号应该怎么画 如果这是错字的话 我是改 我这个错字写在上面 还是写在下面 我都是请教的 你如果请教别人 你的姿态是一种较低的姿态 你对别人也没有威胁 别人也愿意帮助你 然后呢 紧接着呢 你在有所进步的时候 你要感谢他们 你要向他们汇报 你说这个是谁谁的帮助 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觉得 你是威胁 他们反而会更愿意帮助你 你让你自己的周围 是一个正向的离子 都是觉得你好的人 你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多好 我想这个可能现场的 很多年轻人 现在还处在这个容错期 这个容错期 我们会收获很多委屈 你比如说 在工作上 就是拿你当新人 就是横看不对 竖看不对 就觉得你不对 而且除了工作之外 可能会 比如说倒水的事 甚至是打扫卫生的事 全都让你干了 那面对这样的委屈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怎么叫委屈啊 这为什么是委屈啊 我觉得这事是我应该的 我当年工作的时候 我们杂志一共六个人 六个人两个资历较老的 四个全是年轻人 那我们一共是三个办公室 三个办公室 那早晨开窗午 就是透空气 擦办公桌 然后把那个水壶加满水 然后扫地 然后拖地 然后甚至于擦那个门上的那个盐 那都是我们自己干的 都是年轻人干的 从来不会跟领导说 这是领导干的 如果哪天领导来一抹这桌子 马上就先承受错 我比您刚进来一分钟 我今天路上堵车 我是晚了 是我的错 不是理由 是我的错 马上去做 现在有能做到的吗 来 我是今天刚从一个那个私营企业 办的离职手续 从我进到这个公司 大概是五个月 在五个月期间 我是担任行政助理这个职务 在行政助理的职务的同时 我要负责两位副总的 办公室里面的事 当时我第一天去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那个两位老总 杯子里面都洗干净 然后包括他们的热水壶 包括他们的那个桌子 上面的一些灰尘 还有一些就是细小的东西 我给他那边整理 但是入职的这么长时间以后 他们告诉我说 就是你没有能力工作 希望我另找其他的工作 所以当时我就很欣然地 接受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家 就没有尊重我的那个劳动成果 他们给你交代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员工的考勤 项目管理资料的一些存档 OK 包括一些项目的跟踪 做这件事的 只有你一个是吗 对 OK 在你进去以前 那个考勤制度有吗 没有 你走的时候 现在有文字的了吗 现在有 有多少页 有很多 我都存档了 OK 项目的跟踪资料 你负责了多少个资料 四个 四个资料 占一个文件柜吗 不到 大家从他刚才说的话来说 你看啊 他负责的三件事啊 项目管理文档 两个书柜都不到啊 打卡是交给打卡机了啊 然后呢文件建了一次 就再也不用忙了啊 你觉得他一天的七个小时工作 还会干什么 会不会有荣誉 从我对他的判断来说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觉得我工作有荣誉 这个公司还得给我钱 我这个空余的时间 不能用他聊天 不能用他打游戏 那我就做一点 我看着卫生不好 我就做这事怎么了 但是公司就不这么想问题 公司心想 我付你的事 无论是两千还是三千 随便是一个数 可是你的有工作荣誉 因为他看你在打扫 那就叫工作荣誉 但是他们又不知道 这叫工作荣誉 所以呢他就认为 我付这工资付的很多 如果有一个人给你工资 老觉得给多了 你觉得他一天早上看你 你就会觉得怎么样 就烦呢 我给这钱太多了 他们就会赶走你嘛 所以我说这两个有错误 第一个错误 是公司的职位设计错误 我告诉大家 目前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效率不高 80%职位设计错误 职位设计的时候 没有明确的 满工作复合的工作要求 第二个 所有在从事这个工作的人 又自己不清楚 你是有荣誉的现象 所以就会逼着你怎么样 像懈怠 像混日子走 就完蛋了 你这个荣誉期就过不去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改变 指出啊 如果你是个人 我跟你谈的啊 我交给我的工作 我做的还行吗 你满意吗 第二 人力资源 这考勤制度建立 你对我这事还满意吗 第三 你看那项目 跟踪管理 各个不同的部门 你看我还满意吗 只要你说完满意 我就告诉你啊 你们现在一天八小时 付我的工资 我干这事三小时 你们付多了 是发自内心的评估 自己所得的报酬 和自己为这家公司 所付出的劳动之间 是不是一个平衡的 谁给你发工资 你就应该问 你看你发我这工资 和我干的活 你满意吗 这就是你社会 所生存的前提条件 哪怕我给你倒完热水 如果老总说了以后 哎呦真不错 拿着这杯子都是热水 那我就追问一句 这是您期望的吗 你要是期望的是热水 我就都是这样 那我最后面问一下 是再热一点的 还是再凉一点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是希望这样 我希望你满意 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之一 我希望你满意 也就是说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及时 征求别人的意见 不要怕别人不耐烦 因为你是新人 他允许你出错的 因为你出错 你都可以说 我是新来的 一年以后 你就不能再这么说了 第二个 要多观察 多观察 就是看看别人做事情 是怎么做的 多观察的直接表现 就是把它写出来 如果给你的是某一个职位 你的另外一个同事 也是干这个职位的 就去观察他每天干什么 然后第三条 就是要做汇报 我进公司这一个月 我学到了如下的东西 我跟领导去汇报 你看看 我是不是应该学到这些东西 是不是符合我的进展 你这三条做到 你的成长就会很快 多数的领导都是以业绩来衡量你 也就是说告诉大家 你中间汇报的速度不够 中间加强汇报 我这周又开发了三个客户 已经都见面了 我下周又开发了五个客户 也见面了 如果你坚持这么做 你知道吗 一旦你真的找到了 数量和业绩的一个关系的话 三年五年以后 走人是他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这个熟练期 那熟练期更多的应该注意什么 我认为在职场里面 大家面临的选择是两个 一个是做事还是一个是做人 我觉得做事和做人 这两者并不冲突 有一些社会上的说法 是说在国企里面 主要是做人 你可以不做事 人做好了那事无所谓 在外企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做事 你人际关系可以很差 但是你业绩好 没人踩你没人动你你放心吧 民营企业更多的就是拼业绩 你短期业绩能做好 没事你继续可以做 我的看法是在职场中该做事也该做人 做人是什么呢 做人就是我不对别人形成威胁 我不跟别人去比 我不跟人比工资 我不跟人比成绩 我只要每天比我的昨天有进步 我自己就是在前进中的 因为我们人的这种不满和失衡和怨气 其实都是跟别人比而来的 如果你要是跟自己比 你不满 那么只会激发你超过昨天 如果你跟自己比满意 那你就是在前进的 你比昨天要好 所以你的比较应该是跟自己 第二个是对别人上的人 不形成冲突 对别人是平衡的平等的 比如说别人做出的正确的事情 要给予正面的肯定 不用去否定 我觉得在职场中不用批评 不要去批评 因为这个世界上 在你真正到发挥期 轮不着你批评 只要你觉得这件事不对 你自己想想可能是你想错了 你把它记下来 看更多时间发展 所以我不觉得跟人是一个问题 我更多的假论是 所有人都愿意跟你合作 就是你能不能创造一个 你对人没有压力的这种环境和氛围 就是你多把自己的真心话说给别人听 哪怕受了委屈 你也跟他说 我觉得这事应该是我做的 更多 你做的更少 可是现在领导加讲的是你 我心里有一点不满 但是这事我会过去的 我不给你比 我觉得我为此表示祝贺 我还是祝贺你 对 那没办法 这是现实 我有时候说 像现实低头指的是什么 当你一个人不够强大的时候 你不足以挽回现实的时候 你干嘛不适应现实 你只能改变自己 那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这个观众 就是你们在熟练期 在公司里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受的一些时候 来 现在我也属于成熟期吧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就现在是跑业务 就是面对市场 面对市场呢 现在基本上都存在什么情况 就是客户量 一个上一个下 就是等到业绩不好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比如自卑或者是不自信 这种怎么调节以后就是 那就是说没有到成熟期 我认为做市场工作人员 你如果第一年 你觉得受环境影响 还有清可原 第二年受环境影响还容许你 第三年了 你还觉得这客户有时高有时低 你自己没有把握规律 这是你的错 就是你还不具备竞争力 那他如何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他就应该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应该总结规律 哪个地区的市场是这个时候来 哪个地区的市场客户是这个规模 我手下的50万规模的客户有多少 50万到150万有多少 我的数字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年如果签了100万的单 这100万单是哪类客户出来的 我第二年就可以有计划 去组织这几类客户的资源群 我到第三年就可以完全控制我的市场 我知道我的成长幅度应该是什么样 我是做培训的 我都知道国企什么时候 哪类国企会跟我要客 会要哪类客 私企会跟我要哪类客 外企会跟我要哪类客 我全都清楚 我都做12年了 就是只要是营销销售类的课程 就是我给你做一个辅导 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取得业绩 因为我做了12年的积累 就是在积累过程中啊 就是因为要求业绩 在这其中就是没出业绩 要如果没有出业绩的话 就是领导给压力非常大 这种怎么调节一下 领导的压力是什么 领导是以最后有没有业绩这个结果来考核你的 所以他压力大 你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你在积累的过程中 没有让领导看到业绩是跟积累有关的 对吗 你没有让他看到这一点 你没有把你的工作每一个进展过程让他都看到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我的儿子他在澳大利亚 我在中国工作 我每年陪他的时间很短 有一天我过去一看他的数学成绩考79分 我是数学老师 他的数学成绩考79分 这个我就觉得很不爽 这个和我的预期很不符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个不行啊 你这个考试成绩完全不符合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的这个儿子 这儿子这个很不好 给我这个丢脸啊 当然他的价值观是这样的 那是你丢脸我没事 这个价值观不同 我不谈这个价值观 我只谈什么呢 我就说那我希望你好 你希望不希望好 他说我也希望好 我说那这样啊 那这个你下学期至少得是90分吧 79分到90分也就是11分的差 他说答应了 等到那学期我一看 你成绩怎么样 不到90 81分 我再反思我自己啊 我确实在这一学期中啊 没怎么陪他 我也没督促他作业 我也没那什么 我只到一个结果来考核他 他也难受我也难受 然后我找他 我说这样 我每周都跟你谈 每周都跟你谈 我就每周开始辅导他 这样呢 又快到学期末考试了 我问他 我说这学期决定怎么样 他说爸爸 你应该知道这个辅导我的这个阶段啊 我明共是中间有六次考试啊 你看 就是你开始辅导我以后的第一次考试是83分 第二次考试是85分 第三次考试就是91分了 第四次考试是93分 第五次考试是93分 第六次考试是92分 你觉得我期末会多少分 你知道我这时候的感知是什么 就是他最后考成什么样 我大概是不是会有预测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给他压力了 因为我对他的判断是基于过程判断的 好 怎么改变领导 多数的领导都是以业绩来衡量你 都是以最后的结果来衡量你 也就是说告诉大家 你中间汇报的次数不够 中间加强汇报 我这周又开发了三个客户 已经都见面了 我下周又开发了五个客户 也见面了 领导可能会不耐烦地说 你帮我说这个 拿业绩说话 你说对 业绩是由这些组成的 如果你坚持这么做 你知道吗 一旦你真的找到了数量和业绩的一个关系的话 你知道吗 三年五年以后走人是他 你善行善行善行 觉得你更行 这个时候你在辅导其他员工的时候 你将用什么方法 你将用你体会到的方法 你将会强化他们挖掘潜在客户 积累潜在客户 你就不会给更多的业绩压力 业绩是怎么来的 业绩是算出来的 是一个漏斗算出来的 它有一个比例 于是你带这个团队就会更积极向上 大家都会学到过程 人就是这样成长出来的 我今天要注意的 我们下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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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帅的